哈喽大家好,我是Caffey奶奶喝的9527 团购的这台Bianca已经用了半个月了 那今天也来说一下开机之前你要准备的三件事情 跟这个群主一直在去不断的学习和研究 首先先说一下电源线 我推荐的其实就直接在淘宝上买就好了 直接是这种的电脑的电源线,电汉包的电源线都可以 你只要插上它是10A2500瓦的一个功率的 就可以去用 当然我推荐了一款绿莲 也就是我们经常买的电脑配件的这个牌子 很便宜,弯头弯尾的设计,省一点空间 官方的电源线是16A的欧标 那你需要去有一个吻压器 当然也有朋友会问到这是10A的电源线 是2500瓦的功率 这个Bianca咖啡机是1400加1400 总共是2800瓦的功率 是不是会炸掉,没有问题 为什么,因为这台咖啡机的加热的顺序 实测是先通过加热冲煮锅炉 再去加热蒸汽锅炉 开键板来监测它的电流 一起加热的时间几乎是没有的 如果你说不放心 那你可以换一个16A的大插头的 就是我们在做咖啡的时候 它的水流多少 因为我之前买到这一台Bianca V3的时候 我发现水流比较小 先做一个测试 垂直6点钟的方向 水流阀推到最右侧 3点钟方向 那如果我们把它拨到最左侧 我们清零算一下 没有水 说一下怎么来去调节水流 是水流桨 这个位置有一个内六角螺丝扣 找了个工具 之前拆床脚用的 第二档的粗细 这有一个螺丝 三点钟方向正三点 来给它拧一下拧开 镊子 出来了 我们来看一眼 这个东西 对 就这个小螺丝 拔 就是一拔就开了 你可以看到它这个木头的配件 这是它刚才那拧掉的螺丝的卡口 然后下面是大卡口 然后怎么操作 重点来了 这个群主教我 孙哥教我的事 这是三点钟方向 你拿下来 对吧 调到六点钟方向 按下去 再挪 等于说你把它多了一个三十度的卡角 然后呢 就把这个先拧回去 好 我们再来试一下 在这个模式下 它会出多少水 数一下十秒钟 刚才我调到的是三点钟方向 其实你可以再调一点到一点半 那就是我们叫的泵压 其实呢 到手的时候是十瓣左右的一个意识的压力 先找到泵压调节在哪 往这来看 这是一个金属的一个螺丝 这个就需要一些个工具了 工具很简单 可调的半手 更好用一点 一个一字的改锥 黑色的是它的一个大螺母 你可能要抬着点机器 然后去给它拧开 这个黑色的一旦拧开以后 你就是比较容易去调节了 下面这一块你可以用一字改锥 当然这个很难操作 上一给它搬起来 怎么来检测 这个压力已经调好呢 首先上这个盲碗 上上去 调节以后 上面的盲碗压力 在大水流的情况下 大概是在9.4到9.5 下面应该是在9左右 现在这个是9.5多一点了 就可以了 也有点好 你看 这个顶部 公圆